今天我们一次过就传召了两位大人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因为他们两位必须要一起出现 那个画面才会和谐才会好看 我们欢迎大卯混双组合 吴刘盈 陈炳顺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炳顺 哈喽大家好我是刘盈 其实我想说就是你们两个呢 是让大家第一次真正注意到混双这个组合 我会说我们像是混双的老祖宗 在马来西亚的老祖宗的感觉 是的因为我们是正式开始 国家队有一个混双的团队 就是我们一致第一队 就是保持到现在 因为其实这个混双组合啊 就是看起来好像很重要 又好像不是很重要 这样子你们自己觉得呢 在以前国家队就是没有一个混双的概念 可能也是因为混双的奖金以前是比较少的 是最低的一个项目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人主动 那后来世界雨连把三的双打等奖金 都调到了同样的数额 对对 所以开始就有越来越多人关注 当然那个时候也是有一点 七何巧人之下啦 刚好那个教练有那个想法 想要组一个混双队 嗯 是秉顺呢 秉顺你在国家队多少年了 13年 有13年 你是FORM3 FORM4才上来的吗 我是 不要讲FORM多少 我是18岁才 啊你18岁才加入国家队 因为我13岁是自己 把自己毕业了 我把自己毕业了 所以13岁就是秉顺已经在家乡 在槟城那边开始打球了 自己本身 就对读书没有兴趣 然后我就自己 就专与打球了 那至少你找到了你的方向 对的方向 但是是一个很危险的方向 你蛮勇敢的 蛮勇敢的 而且你的父母对你这方面 应该是给予你很大的支持吧 父母亲都很支持我 就是都很支持我 然后尤其是我从小 跟我的爸爸去打球 然后他也是会 开始的栽培我 然后过后就自己会 比较有兴趣 不是说假如说 你一定要成为国家对他们没有任何的 比我做这件事情 而是你自愿自发 自己想要去做的 对对对 自己对羽毛球的支持 我发现你们两个是有一点相似的 柳盈也是受父亲的影响很大的 对对对 也是因为我父亲 所以我才会擦上羽毛球这条路 所以你们当初其实一开始在当年在国家队的时候 你们并不是打混双的 对其实我可能就是我一开始是打单打 然后到16岁我才打女双 女双混双都有打 可是专注在女双 不是在混双 对 比如说你一开始的时候 我看一下就是上去看一下你的资料 就是你一开始打国家队打比赛的时候 是男双混双一起打的 对对对 所以应该是挺辛苦的吧 就是一个比赛要打两个比赛 那时候还年轻 然后在体能上还允许我打奸向 26岁27岁吧 就是开始就会体能没有10 当然没有19岁20岁那么好 然后就开始要选择一样来focus 所以你们要打 不管是打男双女双还是混双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选择 还是教练在安排 是教练在安排 就我其实从单打换去双打的时候 也是教练给我的一个建议 就他不会就逼我一定要这样打 可是搭档我没有的权 这样的一个情况 算是教练的安排 所以我这个拍档是教练逼他写下来的 他没有得选他没有选择 他没有得选择 那你自己觉得呢 这个打当教练帮你选择 很好啊 大家更关注的就是 其实你们去年年底做的这个 非常一个重大的决定 也是因为马来西亚的羽团 丢下了一颗震撼蛋 你们决定退出国家 可以吗 很多人决定 你来不聊吧 你来发言 刚才不是这样子的 我刚才跟你聊的时候你明明了 因为我说 对 给Lady Flux 对对可能就像柳云先来说你 就我在2017年我都动了手术 就是手臂的手术 那个时候就只想坚持到 就是亚运会跟那个 Kamala Game公运会 所以我打完这两战比赛之后 就当时我们想下一个比赛就是奥运了 就我想我们不然就再继续下去 可是就打完亚运会的时候 就突然间 教练有过来后就说 你们这之后有什么想法 我就 蛤 我们不是要打2020奥运吗 然后他说 嗯 那这个问题 可能我们回去要再商量一下 就他给我这样的一个暗示 然后他就说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就我说那好吧 我也没有多说 反起头进去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们要回去商量一下 我们是谁 呃 里面的高层教练 对 里面高层教练是谁 哈哈哈哈 由你来说 没有他跟他商量啊 不是因为跟我商量啊 对因为教练是 所以跟你聊而已 所以还是找你们两个一起 教练 教练找我聊 对就找我单独一个人聊 对然后后来我才 我还和他说 然后他也是有点 蛤 错饿吧 对对对对 就蛤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是什么样的 对就这样 当时我们两个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因为不难猜嘛 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混刷还有两队 所以就也不排除可能会想要再推另外两队 因为还有两年的时间 就我们年纪也是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不排除他们会就是想要把推另外两队上去的那个想法 直接我们两个都很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其实我们都有聊过吧 就是我们三个包括教练都一起聊过 然后其实我们聊过整个过程都不怎么明显的他很支持我们会去到2020的美东京奥运 对于我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他好像对我们的信任就没有一定的信任 在2018大赛的时候比如说公运会和雅运会 我们毕竟他刚刚那一年才开始出来比赛动完手术 那一年年头的比赛我们不是怎么理想 在大赛的时候我们发挥的都不太好 可能在那个两个比赛当中在质疑我们吧 质疑我们到底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 会不会走得更努力 教练是在我们之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当那个角色不再信任我们的话 我们会很无奈 好像没有了一个方向 没有了一个依靠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这条路 应该挺沮丧的吧 这也是你们面对人生中一个非常难的决定 而且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对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因为我们要做这个决定当然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因为毕竟我们在国家对手 还在国家对时期 在一个那么熟悉的地方 在一个这么大长的时间的一个环境 对在那边成长是一个真的是很很伤心的事情 像阿强 我在里面待比她还要久 就是从小到大 然后就是在一个熟悉的情况下就这样突出 其实我当时还是有一点点的伤感了 主要离开娘家的时候 柳云有没有哭过啊 我觉得她还好吧 哭也是应该我先哭啊 我觉得她做选择比我容易啦 因为我毕竟我还要顾虑到很多方面 比如说我家庭啊 然后我也是比较属于感性一点 然后会比较不舍的 她会比较理智一点 反正说 反正你不要我了算了吧 现在你们是自由人马 跟在国家队最大的不一样是 以前在国家队我可能我们就是 百分之百就是专心在桌上 可是现在我们要想我们去哪里比赛 然后我们的教练是谁 我们要安排场地的训练 然后还要再想培练 然后你还想要出比赛的经费 还要忙着个赛的经费 然后赞助商当然他们的要求 可能就会是除了赛场上成绩好 偶尔他们也需要你帮他们去实活动 所以我很多东西就是 双姐好像很多东西 我们不只是单单打球这回事 然后就刚出来的时候 就一直有一件不一样是出比赛的事情 因为我们该怎么出 然后教练的问题 我们一直在讨论到底该怎么做 然后不止我们还有灰墙的声音 我们要需要四个人是一样的想法 因为我们现在是我们四个人一起 一起劈起一个教练嘛 所以我们的计划要一样 不然的话我出比赛他们出比赛 那教练该跟谁 对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之前就不只是我们两个 我们四个都一直在讨论 所以是你们先决定离开国家队 还是双威 是我们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强法 反正女生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 然后 好像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 怕了 对 有一个半了 大家 因为以前的自由人 最担心的是 我们没有对抗 对抗对手 对 然后 当我们出去 然后再维持 在 至少你们训练的时候 你们可以四个 可以配合 对可以配合 所以你们平时是你们四个 一起在练习的 对主要是我们四个 主要是我们四个 然后我们偶尔还会有一些 当了自由人的球员 他们都会一起 都跟我们一起 对 所以我们现在是蛮大的团队在一起 对 其实我们来聊一聊自由人 是不是如果你们现在要 比如说你们要去报名澳洲公开赛的话 是不是你们可以自己去报名 还是需要通过国家队 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国家队来替我们报名 但是我们的程序会比较更麻烦 复杂 对复杂 因为我们 他要我们通过州队 再从州队报名去国家队 所以我们是多了一个步骤 然后之前我们有要求说 为什么不直接 我们直接报名说 我们直接对国家队直接报名就好了 不用去到 对 然后 但是他们说他们的程序是这样的 他们必须要这样走 对 他们的程序是这样的 自由人的程序必须是这样走 对 所以有一点很麻烦 但是我们也是必须遵守他们的规矩 但是 会不会出现一些不公平的状况 比如说 我们看这一次的书底乱杯 你们并没有在这个名单里头 这是他们的权利 首先我说 这是他们的权利 然后 在我们的角度 就是我们错失了很大的奥运季中 累积分是多少 七千分 七千分 无论我们赢输我们都会有七千分 只要你一出席 那个比赛就有七千分 对 只要你们参与 只要我们参与 对 因为全世界的前十都在参与这个比赛 然后如果我们不参加的话 就有一点感觉上是别的国家就提高他们的分数 对 我们就反而降低了 就是其实你们也不能做是什么 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 这是国家的权利 对 对 就算你为自己争取也没有用 没有用 对 决定权是在于他们的 无奈是吧 不要伤心 没事情 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来争取 所以我觉得决定啊 如果真的是 你应该完全是可以当一个主持人 Cerepity这样 没有我怕老子要我当主持人 就抢人家饭碗就不是很好的 但是我想问一下 其实就是在马来西亚当自由人 跟在其他国家当自由人 其实是有一些些的不一样的 不是一些些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点在 那我们就拿印尼来说 拿邻国就好 印尼他们就是他们有一个 独乐部给一个国家队 就不知道你们对这个 亨德拉和阿西亚会熟悉吗 他们就是出国家队之后 国家队还是以另外一种方法去支持他们 就是参赛啊之类的 然后可是费用是有独乐部出 就是也是国家支持的一个club 在一个club 他们就是不和国家的关系很好 所以他们出国家队之后 只是国家队不需要去承担他所有的费用 就是这样 可是他出什么比赛 国家还是会支持的一个形式 对 还有呢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平时练习他们也是自己请教练吗 他们的教练还是国家队的 印尼的自由人他们的教练还是国家队的教练 对对他们出赛然后国家队的教练还是在后面帮助他们的 还是会帮忙看你 那平时练习啊 他们还是在国家队里面训练 可以享有国家的这些功能 对他们会有 当然我觉得不是每一个球员 只要我觉得他们的定义 只要是你有能力 你是还是高水准的球员 你就可以回来训练 对于他们来说 如果高水准的球员 虽然是出了国家队 但是回去国家队是对大家都有帮助 只有好没有坏 一个良性竞争 就一直训练啊 一起比赛啊 算是很良性 至少平时打球的时候有对手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成绩出比赛 可能也是出一样的比赛 就算谁的成绩比较好 都是英明队嘛 对 那半年下来你们适应了吗 我觉得开始慢慢上回到了 因为之前很烦的是 加烈的问题和训练场地嘛 然后就已经解决了 最大的两个烦恼 对对因为你没有的训练 你根本就不用去谈比赛 然后这两个解决了 然后就我们战略上 就是出比赛的机会 暂时有拿到一两个算是都OK 就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全心全意 在怎么去拼奥运这条路上 你如果没有制作和训练 你才能得到一档 需要制作和训练 这样可以abile菲的空间 就是了解自己的选择 可以让他交易拍到一档 原厅那款 用选择赚 produces 沒有贊助上我們也沒有想法 其實好像我們自己是出來創業 我們是在打工 現在我們自己出來創業 可以這樣一個想法 一個說法 我就特別明顯是感覺到她 她成熟了更多一點點 所以你覺得柳芸呢 蛤 她覺得你更成熟了一點點 這半年來就是離開國家隊之後 你覺得柳芸呢 她還是一樣吧 還是一樣 沒有我覺得她是怎樣的 肯定有她覺得你更懂事了 她是不是姿態有放軟了 更加就是很多東西 更加會一起一直在面對 可能是不是 那我還是 你要我爆料嗎 我只是想今天我們節目就是 她本來的個性就是 比較說我行我輸 她就會比較 只要我要走的路 我就自己走 無論你陪不陪我 我都要走這條路 她就是這樣 然後我說她在國家隊 她要做的東西她也是做 她出來外面 她要做的東西她也是會上去做 對她會不會理身邊 怎麼這樣 我只要我打到目標就是 就行 所以你的角色是 配合我 就像平時在球場上這樣子 我必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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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當然不是完全都會遷就著她 有時她也是會遷就著我 各方面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我就走吧 就一起 我不能接受我還是會拋出條件 那這樣過程會在那 我們會爭吵的摩擦了很久 然後這樣 我放棄了 OK 隨便了你要講講 其實我發現 16年 你們打了里約奧運會回來之後 拿了銀台 那個時候我跟你們聊過天 就我們訪問過 那個時候 跟現在相差了三年的時間 我覺得你們兩個 都有不一樣了 特別是秉順更明顯 很害羞 今天的話多了 在之前在狗角隊吧 現在長自由了 我們要面對的事情會更多 接觸的人會更多 所以 必須要講一點點 就是開始跟人家溝通 溝通方面很重要 以前我的生活 我只需要打好我的球 什麼都不用 我是這樣想法 我就說 任何的 比如說訪問 接觸 誰都好 我只要打好球 就好了 這我的生活 只是 有成績 就是 就是網道 其他劉盈來說就好了 蛤 其他劉盈來 來就好 劉盈現在的狀況 你生個孩子了 好 你要生蛋 生孩子 我當然不會直接問他 就問比順好了 我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嗎 人家的秘密 我們不要說就好 謝謝 由他來發言 這個問題 我還是單身 劉盈目前單身 各位 你自己分啊 講真話還是假話 你不要誤導別人可以嗎 沒有 我會他們自己分嗎 吃 那其實如果今天秘密單身的話 你會選擇他嗎 不會 我不知道他的那盤菜 沒有啦 因為我跟他兩個性格是 完全是不要聽的人 像我這個我就可能會比較感衝感撞 然後比較常吃 而他就會比較保守一點 他也會比較感性一點 而我是理性派的 這些有沒有體現在你們球場上的一些表現 有 其實我覺得 大部分的球員的個性就是 會連在他球場 就是怎麼樣的性格 在球場他會比較敢衝 我就會比較顧慮 他會比較多的 所以他永遠都是在 對就是我先衝 對就是我先去撞牆的那個 我是保護的 他講好聽他是撞牆 好像很委屈他 我就去撞牆 然後他在後面接著我 但我覺得畢竟 如果是兩個同一個性格的話 我覺得很分 也是會合作不了 剛好這些你們的互補 對互補 然後他有時候 有的時候就可能我 稍微衝的沒有那麼多 他跟我說 欸今天你好像沒怎麼衝啊 你要衝 你要衝 我補沒關係 你不要 你不要站在原位 他會這樣和我說 只有兩個 如果是同一線的話 這當然是 走不了 當然一定要一柔一柔 所以其實這也是可以 就是你們兩個人的默契 但是有時候我們還是 身為一個觀眾 在球場上看到你們比賽的時候 還是經常會看到 其中一個人 太精彩在私信念 一些事情 感覺上好像很多東西不滿 你看到是誰私信念 你覺得 你說 欸這個我要誠實 我要誠實 你要誠實 其實 其實我根本就沒有在罵他 只是我那個情緒表現出來 可能比較誇張了一點 其實我完全沒有在罵他 我只是在和他討論球路怎麼打 就是我的動作肢體 語言方面會 比較誇張一點 他當時他有什麼想法不一樣的話 他也不會像我這麼誇張 我真的不可以 他會這樣和我說 所以表面上是他看到委屈 但是其實他也是有話說 只是他的語句比較短 可能你講的整個句子比較差 但你覺得秉順的優點 我們先聊優點 就 憲憑後苦 細心 有細心 有時候小小的一點舉動 就是可能有時候我在場上 我的狀況可能沒有那麼好 他馬上就能擦肩到 缺點呢 缺點 憲憑後苦 缺點也是太過細心 對啊 真的 真的 他有時候 就是好像有的時候 可能他覺得我今天在場上 移動稍微慢了一點 他就會想 你是不是腳痛還是什麼什麼之類 其實我只是還沒有活動開而已 你不要擔心 不要擔心 你不要亂想 我OK的 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有的時候 我就知道他 可能會有想法 我先告訴他 我沒有事 你不要擔心 這樣 你說一說柳瑩的優點 他的優點 他的優點 剛好補了我的缺點 我的缺點 對 因為我就比較保守 他就會比較 比較強勢 因為我做任何東西 我都會比較有 顧慮 對 有比較顧慮 事前想後 優越 每個點都要 都要 都要 照顧 而我就是 我先從其他的 我不管了 你來搏 所以我幫他 直接幫他做的決定 我的性格是這樣 缺點呢 他的缺點 想不到 有什麼缺點 你不要這樣假 你可以再假一點 你就想說 他是一個沒有缺點的女人 他是很完美的 你不要 大家覺得女神 你們看到神有缺點的嗎 你很廢 對耶 如果在我 在他身上 我選一個 我覺得 他會 不容易 說服的一個 當他決定 他覺得 他要的東西 然後 我無論怎麼去 他覺得 還是他的立場 很堅持 很堅定 那我覺得這是優點啊 不是每個男生都會 欣賞的 無論對錯 他都很堅定 但是你就想辦法說服他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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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服不到 如果說服不到的時候 你會怎樣 我放棄 他會很無奈 我會投降 真的很無奈 算了吧 OK 就 因為我這個人是這樣 你要說服我 你拿 道理來跟我說 然後 你有什麼事情證明我是錯的 如果你能證明 我願意去你的 可是不容易去證明嘛 而且 而且很多時候是 兩個人立場不一樣 如果他投降 他放棄 我會做更好 去讓他相信 我這個選擇是對的 我想不可以 我可以 找他 划算 你不不可以 你不可以 他 平鑫 划算 柳瑩有講過一句話就是 你是他想擺脫 都擺脫不了的人 那他需要我 我也是需要他的人 所以擺脫不了 如果你重新選擇的話 重新選擇搭檔 還會是他嗎 还有更好选择 因为现在我们都走到这个 就是没有后悔 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 选择不会错到哪里 就是有88%是对的 我觉得还是会选择 很多人我想问他 很多人是说 以你的条件 你应该可以选择更好的一个拍档 我想听一下他的话 把时间交给秉顺和刘盈 我喝咖啡 这个我很好奇 当然在马来西亚肯定是只有他 对啊 还是这个选择 球迷们你们听到吗 OK 谢谢大家 其实我在想说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一天你们不打羽球了 你会做些什么 你说我本身 我真的是蛮有兴趣去教导 去排气的啊 当然有导演找我是无法 还可以考虑一下 跟欧巴一样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 所以你刚刚有说就是去教 我很喜欢 很有兴趣去教人家打打羽毛球 比如说Junior那些 我都会去指导 有这方面的兴趣啦 然后真正还没有到那个点 我们就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觉得羽球是需要天分的吗 是需要的 需要 然后我觉得做任何 每一个行业都有他的天分 比如说我老婆整天叫我拍照 包括他有时也是叫我拍照 那我觉得 他就是没有天分 没有那么有天分 而且当然也是要靠 后天的努力啦 当然只靠一个天分是不足够的 刘英呢 如果你今天不打球了 教球只会是一个兴趣啦 可是我应该不只是教球 我这个人比较爱冒险 所以我可能会尝试一些 我没有做过的东西 或者是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可能会有一些小生意啊 或者是 赚钱 对 赚钱还是硬道理 他喜欢的东西 对 如果柳莹你自己是一个记者的话 你觉得吴柳莹会问吴柳莹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自己是一个记者的话 我应该会问 我对现在的生活 有没有遗憾 那你对你现在的生活有没有遗憾 我暂时来说是没有 因为我每次做每件事情 我都会先问我自己 我会不会后悔 所以 我尽量做的每个决定 都不让自己后悔 那如果今天 陈炳顺是记者 你觉得陈炳顺 会问陈炳顺什么问题呢 我会问陈炳顺 为什么打那么多年的球 开起来是那么烂 你觉得陈炳顺会怎么回答 你觉得陈炳顺会怎么回答 我只是想说 我在这方面 其实 没有天分 在羽毛球 这是我最大的落点 然后 我都用了很长的时间 真的很用心 去把它改进 去做好 这是我无法掌控的东西 就是我想做的最好 但是我尽力做到最好就好 然后有时 不是我理想中那么 还是做不到你要到的 对对对 那个点 然后我自己也是很 很遗憾 就算 那一场球是我赢得下来 但是我做不好这方面 我对我自己也是很大的 责怪 所以必须还是说一句话 陈炳顺呢 就是为了开构这件事情 也是曾经去咨询过 辅导师啊 心理医生 他任何一个分方面面 都尽量去尝试了 所以 希望你们两位自由人 闯奥运之路 可以顺顺利利 好不好 哪一个更好的成绩 就是你们想要的成绩 谢谢 非常谢谢两位 来到参加大人图 谢谢 谢谢大家 请订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